新闻 议理长 这是于武打仁号转机给你的 加急电报 与何查 沙鱼水流梓山 且程龙障 于其日 流海风 支援灯头 大开 赶快病吧 我现在要去一趟罗安图村 对了 海英呢 她不是说好 也会过来送我们的吗 她被刘志山给带走了 她参加了孙联防团 不对啊 听说 孙联防团也参军了 好了 别说了 集合 集合 立正 报告队长 龙湾头村民兵集合完毕 请指示 同志们 你们都是俺龙湾头村的爷们 俺今天来送你们 只说一句 到了战场上 别丢了咱父老乡亲的脸 是 英勇杀敌 英勇杀敌 驾 驾 叶区长 叶区长 老虎 村里的情况怎么样 老会长已经出来了 嘎勒搜他们也都去海溪集结了 咱们得赶快回去 召集乡亲们转移 赤龙张 今天就回来了 回来得正好 俺正等着他们了 他们这是 我家的东西 你把东西拿着 你把东西拿走 快速度要打回来了 儿子 跟叔回家 咱爷俩喝两种 对 这是得喝 姐 这个村里还就咱俩亲 以后 你可得多照应这点啊 以后啊 别总在家待着 趁那年轻 学学织网啥的 多一门手艺啊 要不 俺去你的供销社吧 你既然打算吧 好不好 可以啊 回头没事的时候 你来找我 姐 他们这是搬家吗 这些不甘咱的事 别问 我只关心我的生意 其他的跟我都没关系 走吧 下 扫 上 几 limits 装 努力 老师 曝光 你有嚈悊 我 富国 娘 二血 大哥 大哥 我吵醒您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啥呀 那萧布冠说 说咱们的保安队啊 缺乏战斗力 得训练 这娘 有他们配合 咱们训练个屁 那这话你得跟他说的 来 来 来 哥敏 哥敏 大哥 您慢点 作为军人 第一是纪律 第二是雷厉风行 再看看你们 都给我站好 站这么个队里 整整用了四十分钟 这要是我的部下 每人赏你们五十军棍 小伙伴 咱们靠走什么 支队长 你的保安队太散了 我想训练训练他们 这到了战场上 是要耽误事的 那你得训练多少时候啊 再说打仗 那不还有你们呢吗 支团座给我的命令 是配合你们 在战斗当中 主力 还是你们呢 你说什么 合着 你五百多号人 一顿能吃我两三千斤海� 那就是来看热闹 支队长 你理解错了 其实我让你们当主力 可都是为您好 为我好 我就这几十号人 要不然 我把你们找来干什么呀 支队长 您先别着急啊 您听我说 这打 我们一定要帮着你们打 可是你想想 等我们拿下了龙王岛 我们撤走了 我们撤走了 你就靠这几个虾兵蟹将 来保护你的持截大院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前一阵子 海区县县县长到青岛公干 支团座亲自请他 在望海楼吃饭 我听县长亲口说 等拿下龙王岛之后 就封你为龙王区的区长 掌管岛上的一切事宜 真的 你跟团座是兄弟 我怎么能胡说呢 这么说 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 海老大了 支队长 这龙王区的区长一职 也算是个肥差 我听说有不少人 在给县长送礼 供这个职位 这次登岛 如果你不立个功 那恐怕持团座 就很难办 大哥 肖副官这可都是金石良言啊 龙王岛 无论是地理位置 还是海产数量 可都让人眼红啊 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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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副官 你放心 等我当上了区长 我绝对忘不了你的提醒 我也是敬佩持队长的为人 才帮你训练训练你的兵 要不然 这将来出了洋相 可就罢了 那好 那就训 训 不过 时间不能太长 你知道 我是个急性啊 那就 今天中午出发 直奔龙王岛 怎么样 行 又是大葱 你他娘子天天上老子吃这个 这 吃 去鸡肉王拿两个鸡蛋 葱花切也切 给老子做一个鸡蛋 葱花饼 这 那个 那个 那个鸡 自从 李祖宗来了之后 他就不下那个蛋了 你要出卖姥姥 老子想崩了他 妈 妈 来看谁 妈 谁呀 是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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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了 就现在咱们儿童团了 不是还有阿虎哥他们的敌口工队吗 谁怕呀 你别怕啊 你操作人啊 你吃过了 我去哪儿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去哪儿了 然后就要去哪儿了 你吃了 那天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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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咱改个名叫独立营咋样 独立营 是啊 多小亮的名字 赤龙庄听到后 肯定以为是大部队 吓不死他才怪 行啊 真有你小子的 那我现在就把话中端全组织起来 哎 话还没说完呢 不就是独立营吗 还有啥可说的 这事不能让他们都知道 一旦泄露出去 谁害怕咱们 你的意思就咱们俩 对啊 不行 咋不行 独立营独立营 要的就是独立 人越少越好 你觉得不行 还是人多点好 好吧 那你说咱们算了 能拉出来打仗的 除了咱俩还有谁 也是啊 除了咱们两个 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 大跪跟咱们一边当 大跪 他 你就看他爹那怂样 给他个胆 他也不敢打黑肥 你就算了吧 那是你对他还不了解 他跟他爹可不一样 你要是把他真惹急了 他真敢上你家海草房子放火 啊 好 看把你吓得那怂样 走不当 俺打他他也不敢咋样吧 他是俺爹的手下 俺手艺他绝对不敢说 我啊 谁你娘呢 好啊 你多还多 你敢踹老子 等俺青岛龙海叔的回来 看不着你算账 小子 叔和你开玩笑呢 怎么着 龙这好真的要打回来 那是 你是没看到啊 现在外面那里穷贵 正忙着搬东西逃跑呢 大屁股啊 王四江把俺家的金银珠宝 都藏哪儿了 二少爷 这 俺是真的不知道啊 放屁 你是村长 你能不知道 俺这算哪门子村长啊 俺要是真的知道 他们能把俺 跟你关到一块儿吗 娘子 也是这个零 二少爷 二少爷 你刚才说的他们爸 什么东西拉跑了 啥意思 你俩多少一个 难不成熙燕也少一半啊 他们把东西逃跑 就说明他们怕俺们 持家回来 要他们的命嘛 你三个脑子三个半 我是问你他们 东部队和民兵师父都跑了 我是问你这个 不是跑了 是都参军走了 好 这俩老子总算熬出来喽 二位 二位 铁蛋 娘子 我 俺才不找死了 你去崩了他 小子 我跟你讲啊 只要这枪一响 咱能全他娘完蛋 二少爷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啊 咋不说话 舌头吞肚子里了 你什么你 是不是听到局把头子要回来了 吓怂了 我 怕我娘 你娘说啥你信啥 都十六七的大胆死汉了 还没有一点主心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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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废话 赶快出来 你撒谋啥呢 你不出来是吧 那你就进去了 铁蛋 你还想进来做一件大跪 啊 你要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俺就砍死你 不 走 张晓晓 你出去转转 看看他们都跑了嘛 如果要跑了 抓紧时间能跳船 去寡妇岛给赤海主送信 这可是千载难方的好机会 啊 可 俺刚被他们放出来 俺的话 他们也不能信哪 不是 你 你拿个 你 你啥呀 村公所 俺家里面不是有你的东西吧 你去哪里就知道了嘛 二少爷 俺不傻 俺傻 你 我冲你 同志们 我们刚刚接到情报 迟中章今天就回来 老会长出海 村里的转移工作 暂时由我来负责 根据村委会留下的转移名单 我们现在核对一下 然后将念叨名字的同志 尽快地转移到海西 俺不走 叶局长 你和俺爷爷 二五哥他们都留下了 凭啥让俺走 俺就是不走 海生 海生 这小子 比牛海俊 他要是打听主意 石头牛都拉不可来 无论如何 都要把他带走 他的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 老会长的膝下 就这么一个孙子 必须带走 放开我 铁蛋 吃饭了 俺喜欢大夫 写啥了 通缉令 这是要通缉谁啊 还能有谁 大贵拿松包呗 铁蛋 谁给你的权利 可以随便通缉人啊 儿子 你要记住 通缉令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令 不是什么人想写就能写的 再说了 大贵他又不是你的敌人 他跟你一样 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就算是他不愿意参加你们的活动 那也是他的质疑 谁都没有权利剥夺他 对吗 娘 可他 你给娘说说 池龙章上岛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当然跟他斗了 孩子 今日跟网子不同 跟鱼霸海匪做斗争 必须先动脑子 不能只凭义气 否则 达不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还会让自己无谓地牺牲 这可是敌人最愿意看到的 娘 我和海神哥都商量好了 秘密成立地下独立营 转跟蚩龙章玩灯下黑 你海神哥是老会长的孙子 他也要转移到鲁南根据地区 大家都按我刚才宣布的名字 分头找人 十分钟后到村口会合 还要去动员那些留下的人 让他们尽快地把贵重物品掩藏起来 分头行动吧 好 放心吧 你马上带五部队 到海边去设置障碍 绝不能让蚩龙章轻易登头 好 就像当天咱们对付鬼子那样 对 那回头 我让二虎再去找你 快去动作要快 是 海生来了 一起吃饭 海生哥 咋了 叶区长让俺跟家属一起转移 俺娘刚才说这事呢 大贵娘不让大贵出来 你要是再走 俺自己可就真撑独立营了 走就是怕齿龙章 俺不可能走 这就对了 对什么对呀 你海生哥必须跟大家一起转移 俺不走 俺在这儿等着爷爷吧 俺不走 海生 海生 听话 跟俺回去 海生 阿虎哥 俺去说说 你怎么也让俺走 你怎么也让俺走 海生哥 俺这叫战术 都走了还有啥战术 我 俺问你 叶区长的面子你给不给 别的事都行 可池龙章来了让俺走 这不是逃兵吗 俺不能干 这不是逃兵 俺娘说 这叫战略转移 那你怎么不转移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怎么就一根筋 俺问你 独立营是不是咱俩呢 所以说俺更不能走 这就对啊 铁大 你都把俺说糊涂了 一会儿让俺走 一会儿又对了 你到底啥意思 听我说 大哥呀 那个姓肖的 我穿去那边 那两个落尺 那 这太不嫌泪了吗 马副官 这还不都是为了咱们队长好吗 走走 去跟肖副官说 马上出发 队长这 再这么许你 那还为他摸着盒上脑 去 小副官 实际上你啊 赶紧兴完老 让他们等着吧 大哥 说句不中听的话 俺怎么觉得 这个王参谋 都是个怂包 怎么一提打仗 他就缩头 那就把他留在那儿 让他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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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军抄咱们的后路 人家大哥呀 抄什么抄啊 您忘了 岛上那些武功队 民兵啥的 都参军走了 他要想抄的话 那得有人呢 你那个心眼啊 还没你脸上的马子多 那叶红山王四江斗 得多留他后路 上次我失忆而归 但那也是不幸中的幻想 陛下 万一叶红山借那个机会 给咱们唱一出空城记 把咱们引进龙王岛 关门打狗 然后再派人抄了咱们的后路 占了寡妇岛 那咱们可就进退两难了 大哥 你想的实在是太高了 兄弟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就叫吃一千长一吃 他怎么还没罗组呢 小伙伴呢 还在练什么时候啊 孩子在练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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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会长 后半夜就能回来 还不知道 池龙张上岛的事情 影子 也不知道 给刘志山那个王八蛋 弄倒去了 要说急 阿姐再比谁都急 可是 还是党员 又是新上阵的武功队队长 一切还得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吧 海生那又 二伍哥 按同意撤走 真的 军中无戏言 你小子 这一根金 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 那是啊 何老板 叶局长 局长 你小子 我就知道你跑到这儿来了 叶局长 俺错了 俺不应该耍脾气 局长 铁蛋也不知道戳着他哪根软肋 他居然同意撤退 因为他们两个 都是俺的好战士 交给你们俩个任务 现在跟二伍哥 去海边买地雷 是 是 去吧 走 快去 叶大哥 有急事吧 屋里他们 好 大凯 怎么样 二伍队长 坑都挖好了 地雷都带来了 现在 就等你这个地雷专家 大显身手了 大凯 到海边再挖几个坑 把你带做几个雷花雷 雷花雷 好 痛快 你们两个跟我来 是 你俩 马上去村里 多找些旧衣服 旧帽子来 啊 兄 那王爷干啥 辣东西又不能打海肥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快去吧 俺明白咋回事了 铁大 跟俺走 去吧 刘志山是鲨鱼 一点都不意外 刘志山是鲨鱼 从我登岛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不停地试探 质问 最后苟急跳墙 把我带到村外的树林里 都怪我 麻痹大意 海英怎么样了 有消息吗 他很有可能被刘志山 劫持到寡妇岛去了 怎么会这样 如果当时 控制住刘志山 也不至于 我真是太犹如寡断了 叶大哥 我知道你是个 有原则的人 在没有取得铁证之前 你不会轻易地 有任何措施 刘志山皆是海英 无非只有一个目的 找出海魁 在我还没有暴露之前 他不会轻易杀了海英 你说的有道理 但愿如此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老会长他们 齿隆章今天就要登岛 老会长他们 半夜才能回来 对岛上的形势一无所知 一旦回来 肯定落到齿隆章的手上 找人到海上去接应他们呀 那现在岛上 能下水的船 全部都去海溪 执行转移任务去了 送信的船 一条都找不到 余部长 是昨天晚上接到了电报 在宋阳这儿 已经过了大半天 说不定现在齿隆章 已经向咱们这儿开过来了 派人去送信很危险 可是 能不能找到老会长他们 也是个问题呀 还好之前 我跟老会长有所约定 我们约好了 白天不见红旗不靠岸 晚上不见红灯不回家 只要齿隆章登岛 我就会让铁单 把红旗降下来 好 太好了 看来齿隆章 天不黑就能赶到 俺现在就去 把灯塔的发电机给拆掉 叶大哥 再有什么事情 别来家里找我 到供销社找我 好 我走了 好 这次不会像上次那样 被王四江他们算计吧 放心吧娘 这回有唐帝的队伍在啊 咱们一定能够一举拿下龙王刀 好 好 俺就盼着这一天了 马子 肖副官那儿情况怎么样 都安排好了 都已经上船了 好 弟兄们 上船 把罗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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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上 把这些拆下来的电线 还有发电机 拿到财神庙去 是 快点 好 区长 上面的红车摘下来吗 不要摘 看齿龙杖到了以后 再摘下来 好 终于请进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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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神哥 你说齿龙杖回来后 罗撤带那小子会咋样 那还用说 肯定牵着一条赖鼻狗 到处欺负人呗 那咱们趁齿龙杖没回来 好好整整整罗撤带 一次将他打怕 那样他以后就不敢欺负人了 对啊 先把他奏符再刷 爬进去 把他堵在屋里 打他个三天爬不起 等等 等一会儿 咱不能就这样进去 怕啥 咱过去 又不是没收拾过他 怕他 俺死都不怕他 我问你 现在咱们两个是什么组织 独立 独立营是秘密的吧 当然了 当然了 我们在脸上 这才叫秘密 大侠 走 你 走走 去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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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夫队长 都差不多了 就跟海盛铁道这俩小子 把衣服拿来了 好 安总觉得 还不过瘾 还不过瘾 你还想怎样折腾驰龙章啊 对了 大侃 你记得雨改的时候 咱们没收驰龙章的四香金鱼珠宝吗 记得呀 驰龙章回来的时候肯定找 大侃 你在这儿等着还剩铁蛋呢 春山狗盛 你们两个干来 是 还剩铁蛋这辣小子 怎么还不回来 快 继续干 怎么不见他人啊 对呀 早把这小子放了 他能跑哪儿去啊 会不会跑出村啊 艾莎牌早就完蛋了 他不可能出村 要是这小子不回来 咱们怎么收拾他 对啊 艾莎 把这祖宗牌位给挂好了 艾莎还有祖宗牌位都在船上啊 有了 有什么 有办法了 咱把他架的祖宗牌位藏起来 那个东西可不能乱斗 咱们这里有规矩 耶 艾莎 兰知想爷爷说 吃龙�?"杀人才不管啥规矩呢 艾叫做一席人知道 还士西人之胜 话是这么说 可就算咱把他家的 祖宗牌位藏起来 齿龙章还是会 照样杀人的 这玩意 对齿龙章他爹来说 比命还新贵 你忘了 换阿虎哥的时候 二雕蛋跳海里 他爷爷咋喊的 咱把这玩意藏起来 以独立您的名誉 给二雕蛋写张纸条 警告齿龙章 要是再敢杀人 咱就把他祖宗 扔海里去 好啊 这样的话 二雕蛋再也不会 欺负人了 对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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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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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赶好 少爷回来了 哼 成八 我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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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家的财宝 小儿啊 离家越来越近了 回去啊 我就是居第三池 也把祖宗留下的财宝找回来 这个家可不能回到我的手 放心吧 爹 这回不得要拿回财宝 那帮穷鬼欠了一年多的债 我得让他们加倍还 儿啊 三妹儿的孩子还在村里呢 俺老俩被王子江给关起来的时候 多亏他给说好话 要不然俺老俩也撑不到现在 你可别难为他啊 娘 您不是一直希望 三妹儿做您的儿媳妇吗 这回 我就了了您的心愿 要真是那样啊 俺就彻底放心了 俺要是灵了 这 这 这 爽下 一定要随个大 大 大礼 必 必须的 不是 闭上嘴你能死吗 大哥 大哥在这儿呢 那你腾家说话的份儿 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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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眼儿 你跟俺横着不 要不是看在李祖宗那面上 大哥能收留你们这俩废话 屁事没干 静醒的要上去 一会儿攻倒 你们俩打投鼻炮 能力的攻 心脏脏脏脏一块儿断 我说你腾家说谁呢你 我说 我怎么的 大哥 麻子现在是保安大队的副队长 以后 只要俺不说话 麻子说的 那就是我说的 大哥这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一会儿攻倒 你们俩 投一炮 不 大哥这 是 是 来了 怎么样 有藏灾 才是妙能蜜道里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走 等二虎布置完了我们就走 咱们 我们护送完干部家属 马上就会赶回来 这期间 海上的转运任务 随时都会下来 到时候我派人跟你联系 好 这个 是我们大龙山根基队的草图 如果有事 让铁蛋 按照上面画的地点 来找我们 好 老会让他们回来 也会到那里跟我们会合 还有 一旦有海鹰的消息 马上通知我 放心吧 好 我走了 叶大哥 好 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 好 叶大哥 你的存在非常重要 你务必要保护好自己 躲住 就在这儿等下 谁 有 欧阳 自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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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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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渊 岳渊 施警长船队来了 将君们 施警长马上就到了 大家快回去吧 大家放心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出发 走 回吧 别说什么 早点回来 不得好声 再见 别耽误 记住说的话啊 小亲们 快回去 抓紧时间 回去吧 哈 knowledge 锅 队队长 炮兵由我来指挥你 你还是回仓吧 小武官 别忘了 这回我是主公 你是配合作战的 给我开炮 还有队队长 一树荒荒照碧海 一树荒荏夷出水来 珊瑚树蜂长沙 爱 方法楼里 把马开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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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爱这 无赖改 愿力无力 方不航彩 风吹来 风打来 风吹来 风打来 让我唱开 爱 爱 爱 风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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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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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来 风吹来